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!OK!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桌面摆设了吗? 想必今天就是要来一个大阵仗了 肯定会弄脏桌面的嘛 没有错!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玩酒精颜料 在玩之前呢要先跟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玩的话你要很小心 要远离火源 很危险的 这个酒精颜料它不能够用一般的纸 它一定要用酒精颜料专用纸才可以玩 不会渗水不会透过去的 很像描凸纸的感觉但又不是 好难形容的这个叫Yupo纸 粉红色给它下去 滴滴滴 然后因为它是酒精颜料 所以很快的它就会定型了 没有赶快吹 很快它就会定型 就会定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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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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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茜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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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上這個作品我覺得已經算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只是要等它乾而已 哇我的手果然沾到了 QQ 我也有看過別人是把碗弄一圈這個顏色的 我也想要試試看 所以我就用了保鮮膜 我們還是一小撮就好了 我不確定會不會成功 不確定啊 好 我滴了3滴了 現在試試看 我把這個盒子拿來 然後把它包起來 包 這樣子 這樣真的很好看啊 可是我拿起來之後 我覺得這個圖案就會消失了 好 不管了 不管了 我就拿起來囉 結果什麼都沒有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把它包著帶 待個一天啊 不應該那麼快拿起來的 欸這次就有成型喔 有喔 這次這邊就有成型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集囉 你喜歡用杯子拓印的這種方式的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喜歡杯子的 那如果你是喜歡用這種 Yupo子加吹球來作畫的呢 請你在底下寫Yupo 那我就知道 哪一種是最受大家喜歡的囉 那我們下次 下次的 實驗再見囉 今天就買了這個東西 然後他說只需要放五秒是不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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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